别看我们今天采访的嘉宾小善文只有10岁 可是他在惠林顿却是相当有知名度了 不单单是在华界甚至整个少年儿童的舞蹈圈 都有着相当高的知名度 他曾经因为跳一个非常潇洒大气的蒙古舞 而得到了一个套马杆小王子的称号 除了蒙古舞和中国传统舞之外 他对于西方的一些抒情舞 还有什么芭蕾舞也都是跳得像模像样 那么最近他又刚刚入选了新西兰皇家芭蕾舞团 签约唯一的一个华人的舞蹈小演员 上演的这个大戏是胡桃夹子 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 这位非常可爱的舞蹈小精灵 非常感谢扇文和妈妈大老远的来一趟 那现在坐在我旁边的这位特别帅气的小朋友 叫陈扇文是从惠林顿来的 还有他的妈妈带他一起来 那陈妈妈是今天早上坐飞机来的吗 对的 八点过飞机然后九点半到奥克兰 喜欢舞蹈开始学习舞蹈的 他就是小的时候 就是三四岁的时候就非常的就是flexible 很灵活就是到处蹦蹦跳跳 然后自己学会翻跟斗 然后就是朋友就都看 他那么棒就是很灵活 你把他送去做体操 那么我就因为我就觉得体操就从我个人 这个就是我有点主观 就是我觉得体操和舞蹈相比呢 我觉得可能舞蹈就是跟音乐性更强一点 而且可以在就是很豪华的舞台上面演出 我说比体操在一个体育场 我觉得我的感觉会更好一点 所以呢就是他差不多六岁的时候 我就让他和他哥哥一起去学那个爵士舞 是然后还有哥哥和他也到了 就是惠宁敦当地的一个就是华人的艺术团 东方文化艺术团 学习那个就是民族舞蹈啊这些 所以其实是从这个爵士舞最开始起家学的 在六岁之前就是有这个艺术方面的 那样的一些天赋的感觉是吗 他就是对 我觉得他就是喜欢看电视上面的舞 就是一些律动的一些东西 他会跟着动来动去 然后他对感觉 我觉得感觉特别好 这点其实挺难得的 因为我看到奥克兰这边的舞蹈学校特别多 无论是华人还是养人 但我看到绝大多数都是小姑娘在里面挑 男孩可能就是个别的跳爵士会有 但是数量不是会有很多 惠宁敦也是差不多这样的情况 因为他们当时两兄弟去那个舞蹈学校 就是他们两个男孩 所以为什么我让他和哥哥 哥哥其实比他大四岁半 当时去那个爵士舞蹈班的时候 他是最小的 比其他的孩子可能小两三岁 因为要将就哥哥也要将就他 四岁是吧 然后呢他就去 但是一去以后他他特别可能特别喜欢 他特别就是不怕羞 然后他就老师上课说他就冲在前面 因为当时是教一些舞步嘛 然后就就他就冲在前面 学的会比一般小孩快吗 我觉得挺快的他 我觉得他挺快的他那种舞步 因为他不管是爵士还是什么 他有基本的舞步在里面 就看着简单 其实做起来还是我觉得我自己感觉还不容易 都需要配合的 对对对 然后他就特别好玩 因为他呢他就特别不怕羞 他抢在前面 甚至抢在就是冲在那个女孩子的前面 是希望可能老师可以看到他 然后他哥哥呢又觉得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好像挺丢脸的 就是他在上课时候 经常他们两个都会争吵 有老师来跟我说 老师就觉得很好玩 他杨人老师也很宽容 他说他们两个太好玩了 他那就不停地往前冲 就想表现自己嘛 然后他哥哥呢就特别丢脸 就叫住他 哥哥比较含蓄 是那种耗尽的那种是吗 哥哥就是他也喜欢运动啊 喜欢就是也喜欢 对但是他就不会像他那么奔放 现在这个还跟你一起跳舞吗 不跳了 是不是 所以现在这个去上课舞蹈课什么 都是妈妈带着你一个人去上了 但是有时候他还跳 哥哥有没有羡慕你现在跳舞跳得这么好 拿这么多的奖 没有 是挺可爱的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六岁开始 算得上是正式学习舞蹈吧 对相当于就是在东方文化艺术团学民族舞 然后到洋人学校学结束 我知道我们小山文有一个小小的称号 叫套马甘小王子 为什么这么这样的跟我们解释一下吧 你要说吗还是妈妈说 不知道 他因为就是他第一个民族的独舞 就是跳的套马甘 然后跳了这个舞蹈就是在当地就引起轰动 就是很多人认识他 就是大大小小的舞台 然后就是包括到种族日啊 还有到国会啊 到我们那边的中国新年庆祝啊 都是跳这个舞 那么这个舞蹈呢 其实是最初是东方文化艺术团的团长 李海波团长 先教他 但是后来他很忙呢 就把这个工作就转给他的 我的一个朋友叫Amanda Amanda Me 然后那个就他 因为关系很好 他说他干妈干妈叫他 因为他是新疆人 他新疆人 但是他跳蒙古的感觉也很好 然后他就不会说是 教他的那个舞蹈 就像一种很 就是学的那种 学舞蹈的那种很 受约束的每个动作 很刻板的那种 对他就很 我觉得很自由 很奔放的那种感觉 所以跳出他的味道 所以他一跳 小孩很喜欢 所以是惠林顿的小名人 是不是小明星了 对当时很多人都说 他是套马干小王子 他真的你别说 长得这个样子 脸红扑扑的 穿上那个蒙古族的服装 还挺像一个蒙古族的小孩 对 其实你是哪的小朋友 贵州 贵州 因为我是贵州人 爸爸呢是新加坡人 但他真的打扮起来的时候 穿上少数民族的服装 让我看起来觉得 特别地道 对 是 他因为我们 他穿上那个 就是套马干的那个服装 然后出去 对 人家说 他是不是这个 猛族的小孩 我说 看着挺像 其实没有 所以 善文在表演的时候 他会不会理解 那个舞蹈当中 讲的是什么 你觉得你感觉得到吗 能感受到 那个套马干的音乐 去怎么去跳 怎么去表现吗 有些动作 你有些哪些动作 你跳的时候 套马干 你记着 你这样是做什么 喝酒 喝酒的动作 对 还有 那个 还有 拿水上来 还要喝 就要感受那种草原的那种氛围 是不是 这些老师也应该都会给他讲到的 对 当时他 我这个朋友 就是Amanda 在给他 就是教他这个舞蹈的时候 就给他一些背景 就有讲 就是你在草原上 就是 挖马奔腾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善文他其实学的门类蛮多的 你想想最开始是从爵士入门的 然后又是套马干小王子 等于他在这个华人的艺术团里面学中国的民族舞 那其实他的奖项当中 我刚才看到还有那个芭蕾的奖项和现代舞这些 对 他这些是全部都会喜欢 都愿意去学吗 他都芭蕾舞其实他是才从前年开始的 一开始他还是有点抗拒的 因为他去的学校 洋人舞蹈学校 那个就是 那个老师就强力建议我 要让他学芭蕾 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学 他说不想学 但是你说 为什么 没有男孩子跳芭蕾 还有时候在 有可能在学校他们会乱讲 你觉得没有男孩跳芭蕾 但你去看那些演出的像天鹅湖啊什么的 都有男孩呀 是不是 但是比较少 比较少 那你不是本来就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 愿意冲在前面的吗 但是我像听的那芭蕾也不是很想做 那你现在练了两年多之后 自己觉得芭蕾舞怎么样呢 有什么感觉 我喜欢它 我感觉好玩 感觉好玩 芭蕾舞会不会觉得要练很多基本功的东西 就很累 嗯 是不是 嗯 它和中国的那种民族舞 你能告诉阿姨有什么区别吗 跳起来 蒙古舞比较像 像比较快 比较快一些 因为你要跑跑跑 但是芭蕾你要像 转得好像 跳得高 嗯 然后要像 要弄到你像的背 直多一点 嗯 那 好 你要弄到像 你头要像 有时候转过去 好像 笑比较多一点 哈哈哈哈 你刚才给阿姨说是 身体的控制是不是要更难一点 嗯 对 你刚才给阿姨说是 手可以像 比较那么像 直比较那么像 像 很像 像芭蕾 你像 很像 放着像在那边 要控制在那个地方 但是在这里像 不用那么多 就是可以像 比较 是更柔软一些 对 比较自由一点点 是吧 他还学爵士舞 就爵士舞呢 就很快 就是节奏感觉很快 很life的感觉 但是lyrical就是介于 芭蕾和 爵士舞之间 是吧 那这么多五种 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 最爱跳的 全部都喜欢 全部都喜欢 他会不会就是 听到某个音乐以后 就能根据音乐的特点 然后自己 自由发挥的去表现 对 他非常喜欢这样 在家里面 每天就是 就是像这么一块 就是我们家 冲凉防疫出来 差不多就比这一块 稍微大一点点 他就在那边自己跳 然后对 有什么音乐 他就不会 就是不会顾虑 怎么样 他就是 就放开 就自己跳 而且结合的会很好 对 他自己 我觉得还有些 编舞的能力 不是说听的是 西洋音乐 跳的是一段 牛羊歌什么的 一定是很配合的 我觉得还挺 对 挺搭的 所以妈妈你现在 经常会让这个 善文给我们 跳一段舞 表演一下 会有这样的 给他的要求吗 有 有吗 有 就是像 对 他和他哥哥 就他哥哥弹琴嘛 比如说弹过 那个月亮 代表我的心 他在前两年吧 他自己编了一段 就是虽然很简单的 但是就 你看这个感觉 在里面 就是 就中国的乐器嘛 但是他 比如说带一点 这个抒情的 这种感觉在里面 那家庭聚会的时候 他愿意去表演吗 那他还可以 很大 还不错 对 他 对呀 我觉得就是现在 就感觉他就更 更大方 更自信 因为就是 因为他舞台 就是 经验越来越多 然后他也觉得 以前有段时间 我觉得他还是 你叫他 他不愿意 或怎么样 是不是 就是有那个阶段 但是现在我觉得 现在 现在不是那么多 现在基本上 就是大人说 给我们跳一段 什么样的舞蹈的话 都完全可以 去表现一下是吗 有时候还是不想做 还是有这个情绪变化的时候 这个可以理解 对 上面是六岁开始 正式学舞蹈的 然后之后 什么时候开始 去参加比赛的 七岁 七岁就比赛了 八岁 比赛其实真正比赛 是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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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岁比赛 对 但是其实比赛 也不会说是很多 但是他每次去比赛 都可以拿奖 对 我看到这个成绩 还是蛮不错的 我们把这个扇文 从去年到今年 拿到的这个很重要的几个奖项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的 2017年的那个 在奥克兰的比赛 所以第一我拿到一个 Rosemary Martin的那个芭蕾的舞 还有第二个就是那个蒙古舞第一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现代舞的第一也是 是 那是去年的一个什么比赛 去年它是那个 Asian Asian Dance Prix 就是亚洲舞蹈大赛 对 然后 然后 山文从惠林顿专门上来到奥克兰 对 然后比赛很多小朋友好像当时 对 挺多的 挺多的 20个 不止 我觉得不止 因为当时上 就奥克兰的选手也挺多的 然后 对 就是和其 从其他地方来的都有 是 然后我们拿到了一个民族舞的冠军 一个现代舞的冠军 对 还有最后一个芭蕾的那个大奖 大奖 对 这这算不算 就一个人 这叫什么 一枝独秀的感觉了 他 那一次他比赛获奖 反正就是 嗯 对呀 就是很多人也知道 然后 对呀 就觉得 挺不错的 他有没有很强的那种胜负心 就是去比赛就很想得第一 还是 太想不懂那些 我不管 获得第一 就是比赛的时候 会不会在乎说 你拿到第几名 你会不会觉得 你一定要拿到第一名 没有 没有 就是想去把这个舞蹈跳出来就行了 是不是 那会不会看其他的小选手跳得好不好 不会 然后会看跟你自己的比 谁的会更好 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不会 就是展示自己啊 还是年纪比较小 没有那样子的一个 胜负心理的那种想法 对对 对对 我觉得这样也比较好 就是 他自身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对对 然后也 更享受 那个过程 他比赛会紧张吗 有 如果现在 后台会 像很紧张 怕 像 忘记动作那些 但是 在台上 跳 就不是那么紧张 明白 你就是说 上台之前会紧张 害怕忘动作 但真的到台上去表演的时候 就完全放松了 是不是 嗯 嗯 我知道他最近 虽然进入学生假期了 可是 小选文有很多的这个 业余工作的这种安排 对 这个假期非常忙 就接下来这个月 都比较忙 就是 就昨天晚上还在表演 到十点过吧 十点钟才接他 晚上十点 才接回来 对 昨天他就是那个 新西兰歌剧院的那个 歌剧 波西米亚人 对 首演昨天 是 然后明天晚上还有 嗯 他还是现在 新西兰皇家芭蕾舞团的一个 正在排的 应该叫芭蕾舞剧当中的一个演员 是吗 对 胡桃霞子 嗯 胡桃霞子 他是 嗯 一两个月以前 就是 确定了他 可以参加表演 嗯 然后昨天 我们才收到 就是 就是 之前有 有 就是先是说是 他被录取要参演 嗯 然后呢 接下来可能 几个星期以前 告诉我们 他的角色是什么 嗯 然后呢 昨天呢就收到 就说他是在哪个组表演 他要去哪 要去哪里 对 他还要就是 就是 就他是唯一的 就是 一个孩子 就 惠宁顿的孩子 要到 南岛的 叫 的那个城市 南岛的一个城市 开始 表演的 对 在那边表演 但是 当地的 就是其他的孩子的角色 都是在当地 都只在当地 那说明重要演员 是从这个 其他城市调过去 对对对 就是 对 就是 他戏份比较多一点 他家这里面应该有很多的小朋友吧 对 有很多 同化 然后很多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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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icles, Potty Boys, Color Queens, Flower Furies, Mice 还有小老师说话,因为这些角色都戏多不多,舞蹈多不多 其实其实 Act One很多也 他可能基本上都是在那一出戏,就是第一出开场 但是呢就是说可能他们就是在旁边就是很热闹的那个氛围,在那边就是party的氛围 群舞的那个感觉,但是他呢就有和主角就是那个Clara有对就是有互动的,对吧 嗯,是不是? 嗯,所以这个大概要演多长时间? 他的部分吗?还是你的部分大约有多久? 我因为我,因为他们排店我们都不可以进去,所以我不太清楚 所以只能以后我们要想看的话,必须买票才能去看到 对,对,11月份 嗯,对 所以也是惠林顿唯一的一个华人的小舞蹈演员,进入到皇家霸雷舞团的这个演出 对,对 太厉害了 去年他有参加那个,也是他们皇家霸雷舞团的另一出年中大戏,就是那个罗密欧一出立业的演出 嗯,但是当时的演出就是,有四个孩子就是属于这种,嗯,轮换还是? 嗯,他是唯一的小孩子,必须天天演的,嗯,然后其他的孩子都是养的孩子 其他两个? 嗯,都是,他们是轮换,就是A组和B组,嗯,因为当时那个意大,我也很吃惊 因为当时那个,他的舞编就是,是一个意大利的舞编,嗯,然后他,他们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让他,他们说是每一,每一,每一晚都要在,嗯,后来他的那个舞蹈学校的,老师就给我说,就,红杀巴鲁舞团发了一封信给他说,他表现非常好,所以叫他每晚都在,嗯,然后还,让他就是,可能帮助一下其他小朋友,嗯,所以这次胡桃加的也是A组,A组 对,昨天才知道,嗯,我们一直都很忐忑在等待,嗯,然后昨天知道是,那个,A组的演出要比B组的多很多,是吗? A,他是一样的,等于他这个角色有两个同样的,嗯,他和另外一个男孩子来分担,嗯,但是他们的那个,就是,他是首演,就是首场,然后他是和A组的演员,但是,因为就我们的,我自己的感觉,我觉得也不一定对,但是,好像一般来说,A组, A组的演员是,好像,我觉得更棒一点,当然,这个看一些,那个电视剧当中都分这个A组,B组嘛,都是这样的,是吧,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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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是,挺可爱的,那以后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呢? 因为现在十岁嘛,呃,跳舞占用他的科学世界很多,嗯,挺多的,嗯,而且学习功课不是很重还可以,对,未来再大起来还会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就看到时候的他的兴趣和到时候他的这个,看到时候的情况吧,嗯,因为现在我也很难预料到时候他会怎么样,嗯,但是我觉得如果他很喜欢这个舞蹈,我觉得他也可以多些时间在上面,但是其他的可以兼顾,嗯,但是现在呢,就是说,学习还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嗯,但是,虽然这边学习不是那么紧张,但是也不可以放弃。嗯,舞蹈对他来说挺,挺多的,就是一个星期有 八、九堂课。啊,那么多,嗯,对,有时,有时, чем,有时,有时,有时,偶尔。有了小朋友练功啊,什么的,会觉得很累,嗯,山文会觉得累吗? 因为有时候我想要坐三个小时,很累,嗯, 也会觉得累, deputy student Better spend the frightened, 응,但是,还是愿意去坚持, 因为从众能体会到 什么样的感觉 有乐趣 我觉得他这方面 就是因为他喜欢 就不像比如说 上晚你去做做数学 上晚你去做做中文 那个好像就不是他的兴趣所在 就是我要告诉他 你必须去做 但是这个舞蹈 我完全不管 自发的 自发 然后再加自己 就是有时候可能他要 拉下筋啊 然后练一下 他自己来的 我就不管 我从来没管他 是 所以真的是一个天生的 一个就爱跳舞的一个小孩子 好的 那以后有机会的话 到奥克兰来跳 通过我们WTV的这个平台 给更多的观众去跳舞 好吗 非常感谢 好的 谢谢二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里 希望以后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带给大家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